不过两个人分手后,对彼此的态度截然不同,聂怨把黄义捧成胸口,诸杂志的黄义对聂怨实力嫌弃,真真墙上蚊子血,看着斗法聂怨演的另一个有兴起萌, 价值的角色是大唐秦史里的编辑在这部神剧里,傲娇公主胜扑进玉,悬散高徒进而诸台暗节,最后和尚被腰斩,只有大唐赶完的这么也罢,全剧尺度多大的惊人,就问你这位为所李世民,辣不辣言? 还有德国古科,出唐的李家王朝,才是真,洗净家族这群其人理,最难把握的是坚军人与佛性的遍积,而念人眼里的人性和佛性都那么真实, 所以达出念月名列那第四小生,还是可以说十剧名归歌这其中十字金玉,流量还坚挺的,只剩教主了吧,都是古装剧起家,据说念月有些镜头,跟黄小明还略有壮联, 这条评论念月看到恐怕是要扎心了,毕竟教主是他演绎路上的重要拦路虎来,其三公子的flop之路,就是从跟小明争讲开始的两人,都曾被张继中版神雕侠与世敬阳过,跟刘依菲打过戏,造型对比如图念月板过而更冷烈,眼神中的戾气也多些黄教主的演技,从那时期就没咋变过,主打招牌深情明示, 这专门家国陈优的表情,真的十多年没变过爱,那版神雕的玄角也是一场大戏,两四年开始刷新闻稿,内地之名小圣几乎都被遛过结果男女,主人选,几乎一天一变,比古市还波动鲜美定下刘依菲之前,周迅出演小龙女的呼声一度很高,甚至CP都定好了,周迅配获建华,咦,这不是Wires的配置吗? 把这个消息放出来之后,聂远的反应可以说是很让人心疼,那当时聂黄二人没变过,是真思的挺难看的,导演顺遂了大胡子炒作神雕的心思, 先是关于聂远,为了角色去整容的消息满签塞,教主一看对手这么拼自己怕是要跪,赶忙COS请无辜小白兔,隐隐隐人家什么都不知的好委屈内幕收益出,大家就挖住聂远,已经转签出品发经纪公司, 吓了血淡了准确的说,中国文联音现出版社,是神雕的投资方,聂远前的是他下属的一个经纪公司, 叫此闻东方黄晓明大概没想到,聂远这位新东家户独自,起来毫不手软,死他撕的那叫一个血腥可能是霸气策露下到了大胡子, 后来还是教主赢了聂远的怒气质,可想而知虽然教主为这事儿,也被对得够钱而且正扮良过一位 Jonadais成了名副其实的黑历史但最失落的恐怕还是聂远吧,毕竟留在华裔的黄晓明不但成了一哥 后来还分了那么多金灿灿的古贩,那那次PK输掉之后,聂远的胡萝卜之路,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如果神雕视角是教主心机本的话,后面的路就是他自己一步一个脚印 踏踏学学胡教的桌子第一步,得罪钱女友刘,与两人应该是2004年拍摄哈雪宝马时候号上的根据女方说法 两人在一起三年,但刘云从没有个名犯刘云说,聂远当年皮腿都快挺成,至如今,那聂远肯定是全都否认了 这警卫里面二娇是一直咬,此否则的胡可算是变相承认了 还顺便补了到最让刘云不笨的是谢娜吧 毕竟是自己亲手把闺蜜推到男票面前的那时的谢娜貌似 确实在情商击破戒这操作有点让人窒息啊 如此看来,这张路顶记的剧照就很搞三了 聂远两人女票同框,并且都成了谢娜死对头黄晓明的老婆 而且刘云也是在跟黄晓明合作路顶记期间 突然爆料的虽然刘云有点沉不住气 但聂远那段时间,也是确实招跟谁都是不承认 分手也分得莫名其妙,遇到胡可这种可能就认栽了 但刘云绝对不吃冷暴力分手 只靠刘云派虎也好,有人在背后推波出来也罢 这场五角炼风波后,聂远人气直线下降 很少再有一线资源了最要命的事 作为古装小生的聂远 赶上了县古力,他就将古装一年期现代戏来 演技始终在现 但怎么看,怎么别扭,一代偏鹦如鱼的君子 沦落成远土匪才不跳戏 让人无限戏是一把桌子 第二波,两段婚姻 都不可说,08年的时候 聂远和自己的师妹王会 一名阳光结尾夫妇婚礼还是低调进行 这位阳光小姐姐就是当年 韦斯里里的白树 宝宝能有印象吗 虽然不是惊畏天人的大美女 但当初上节目的汪夫眼真是甜到忧伤 本以为演完韦斯里后能火一把的王会 在26岁嫁给聂远之后选择急流勇退 做她背后的女人直到2011年才跟聂远一起进了新西游记剧组 聂远演唐僧 她演嫦娥 但当时的童话照理 聂远明显已经有点不在状态 我估计那时候她的心已经被预念公主秦子月聊走了 毕竟12年4月宣布离婚了 晋身出户 当时还有家暴传闻 13年就跟秦子月登记结婚了 14年代女大婚这两个时间点为尿交叉 总让人忍不住怀疑婚内出轨 当然本尊肯定是不认得有女儿之后 聂远对这个前世小情人还是蛮上心敌然而说到忠诚 风流公子又开始了一如既往的不可说皇桑啊 这辈子在女人身上吃的亏已经不少了 能不能拿出点细利的高冷专一 please 作死第三步 喜提猎记忆人称号念愿的彻底float是从15年打人事件开始的 简而言之 喝多了替兄弟赠了人 然后哥仨一起进局责了不仅如此 貌似还被传在违法的边缘是他 他自己肯爆料过从小劣迹斑斑 看来社会气息并不会因为长大成书就蒸发了 欧三不作死之路走下来 聂远一路呼的稳稳当当 当年还能跟教主争个华一哥如今 在于妈那儿也只能混个二排 而尽管有教主心机在前 各路烂桃花在后 但聂远的胡 更多还是他自己的性格原因 面对竞争时不够沉着冷静 欲试欲冲动 受不住外界又或经历过人生的大起大落 现在重新回归观众视线的孽远 这次请务必把握好自己 都到了四十家的年纪了 即使在书圈混不到出到位 也不能一而再再而三的作死 老毕竟是童年男神 小鼠还是希望看到三少爷有个happy ending 的 这次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